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你回答的让我满意呢 我就承认你是组长的人 这么说 你就是无邪 组长选择你来打夜王 那你肯定有特别的本事 我把你为事 你教我 你会的我都要学 只要学会 我就可以跟组长一起打夜王了 张战人里边就你明白 你叫小果是吗 对 我叫张小果 师傅 别别别 你别这么叫我 我没那么大本事 做不了你的师傅 这孩子我挺喜欢的 来 我收了 来 过去 给我磕头 叫师傅 调整的果不甜 师傅 师傅 别别别 师傅 小果 别闹了 给你带来好吃的 回房间等我 那个 小果 那这样 你先听话回房间 我呢 就答应收你为图 行吗 谢谢师傅 喂 我呢 我想了想 我和这个世界的关系 似乎能找到的 只有你 小朋友 你在这里拍电影吗 好 好 爷爷 您好 我叫吴齐 我是受伤麒麟所托 来解决夜房的事情 我需要找到钥匙 从而获得天杖 得了 这 这种开场板 我听了上千次了 我也回答过上千次 组长不出现了 我就什么都不会说的 我 只是 保存着组长的记忆 和他身上的秘密 你要是聊这个 那我走了 因为 我还要 吃钙片呢 还没摆步走呢 我很忙呢 我 对不起 对不起 我要键盘突出 要小心一点 那爷爷您坐在这里别动 我们 就不聊钥匙的事情好吧 因为您一直 替组长保守这一个秘密 等到他回来 您的使命 才算完成 这么说来 他在您的人生中 肯定是留下了 不可磨灭的痕迹 对吗 我 你别跟我来追他啊 算了 直接走流程吧 坐 好 谢谢 我 我 我问你三个问题 如果你回答的让我满意呢 我就承认你是组长的人 你 我不是在你身上吗 我不是在你身上吗 你还是在你身上吗